我覺得結婚這件事小結影 真的還有機會煩 真的 我剛聽了 因為呢 對 因為像人手一機的時代 大家是不是都要幫 老婆或女朋友拍照 對 然後因為我的工作 是模特KLA 所以我下面的朋友們 結婚的時候也都是 然後結婚的誓言的時候 我老公自己有偷偷寫個誓言 我不知道 然後他就在我穿的婚紗的時候 然後是對著我講說 然後底下所有的賓客龍 我鼓掌 然後還有很多人拍照 然後這樣 然後跟他們的另外一半說 你看到沒 聽到沒有人家的視野 然後結果呢 這件事就留在結婚當晚 然後 當晚就沒了嗎 就之後還是拍照 我就心不看情不願 然後這樣拍個兩張 我說他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比較鳥 我一看我就覺得 這就不行啊 因為可能我覺得 拍照可能平常FVPO 你可能要拍個50張 才會中五張 或是隨便按 可是他就會覺得 你幹嘛一直叫我拍 隨便拍 我就拍一拍你就可以用 你自己修圖就好 可是那是一個感覺問題 有些時候你修圖修不對啊 你當下沒拍好 是修不來的 對 修不來 然後男生就覺得修 不是他自己要寫這個誓言啊 對 他如果沒寫的話 你也不會這樣子發脾 對 然後有一次拍照 他就拍到抓公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叫我做這件事 我可以賺多少錢嗎 那是浪費時間 然後結果後來 我們就為了這個小事互吵 吵到他可能 也不知道要怎麼冷靜 他就拔下他的FVPO 然後丟地上 然後FVPO就碎了 然後事後我就冷戰 可是事後我還要默默的 就再去訂一支新的 然後算了 所以我要說 不要吵架囉 好 那那個之後 你還是麻煩你繼續把我拍照喔 然後他就說 好 可是之後還是心不甘情不願 所以結婚誓言 真的是只在結婚那晚 所以你們怎麼辦 好老公 怎麼辦 亂給誓言的老公 對 沒有達成誓言 這個很不OK耶 而且 他這個誓言是什麼誓言 我幫你拍照一輩子 所以拍照裡面 有沒有被要求要拍美照 各位在座的 我是沒有 我沒有年代 算二十年前嘛 所以 對啊 因為他的工作是需要拍很多照片 現在一般女生 我看很多女生 比方說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看到男朋友 是跪著 趴在地上幫女朋友拍照 還沒有各種姿勢 對 我還沒有要求我老公這樣子 不是 你知道那個190 是沒有好處的 他每次幫你拍照 他都是用他的視野幫你拍照 不行 好壞 好壞 我從來覺得 我的身材怎麼可以 回來了 無短身材耶 這樣這樣身材 我就說 他不能蹲下來這樣子拍嗎 我跟你講 我就說為什麼 寶貝你都不用蹲下來 就是拍照或什麼 你看別人幫我拍照的時候 為什麼別人幫我拍的 就是很漂亮 但是你拍的為什麼 因為我就很醜 因為這樣是最醜的角度 對 大頭 大頭 而且他們很配合 我們講 別人都會幫他們的另外一半 拍得很好看 他們很暴怒 對 他們覺得男人尊嚴不行了 他就說 我就說 貝米你可以蹲下來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就是不願意的凹身體 他不願意 我不懂 然後他就說 貝米你不是要長得高的人 比較不好蹲 好熱喔 你願意用什麼姿勢 幫你老婆拍照 如果他今天要求說 我要幫我拍成178 然後很瘦 腿很長 哇塞 拍到超爛 不過呢 我有上譬如在IG啊那些 然後我有去看人家 教學 OK 那我真的認真的 去研究那個教學 譬如說 S姐現在坐在那邊 你要拍一個 現在這樣的角度 我必須要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這樣往上切 然後要切到剛好腳那個位置 然後上面留一個空間這樣子 對 這樣子你的腿就會 看起來很長 所以你 幫你老婆拍 你會顧慮到這些嗎 我現在會了 因為以前就跟 你老公一樣 對 就要說拍照 我說 然後就丟到旁邊 手機丟到旁邊 其實後來發現 原來太太是很傷心的 太太是真心會傷心的 所以你為了後面 太太拍照 拍出好看的照片 還是學喔 後來就是 因為後來 研究 研究就發現說 其實只是一些 一些小小的角度的問題 你就可以 比如說你腿要長一點 我其實想要講 你腿不會長一點 真的嗎 你的腿就這麼長 你看起來 對啊 你看起來很長一點 徐哥你現在還可以把Vicky 拍成仙女嗎 我是很希望幫她拍 但是每一次呢 我跟你講 我不會拒絕幫她拍照 而且我還滿喜歡的 20張你也OK 對 但是呢 就是我一直拍不好 你是不是看得到螢幕 沒有 是不是的原因 你看得到 我看得到 但是每一次不管 她也叫我蹲下來啊 或是什麼 你都願意嗎 你知道 我都願意 OK 但是每次她 你擺過最荒唐的姿勢拍照 幫他們拍照是什麼 沒有 也就是蹲下來 但是要蹲 你現在還 這樣 這樣 很醜 這太醜 拍到內褲了啦 你知道 很醜 沒有 她只穿褲子 她穿褲子 你知道嗎 也要腿長這樣子 我已經弄到 她已經弄到 太醜了 那已經腳藏過頭頭 可是每次啊 比較醜的是她吧 好醜 每次我拍完啊 她拿回去 算了 算了 妳 我現在聽完這邊 我覺得好想嫁 立刻去登記 可是我聽完這邊 就覺得好像不要嫁 因為我現在 我們在一起半年而已 然後我們其實已經同居了 我們的情況有點像 我們都待在一起 她也基本上 就是把她的那些草 都弄掉了 但是她每天跟我待在家裡 其實我也會有壓力 我們是二十四 如果我沒有工作 我們兩個都沒有工作 我們是二十四小時 都黏在一起 然後那天好不容易 我想說跟那個夏宇盒 還有小優他們去做 醫美 然後去雷射除毛這樣子 結果呢 那天我在雷射除毛 但是她說 寶貝 妳出去 家裡交給我 我 妳回來 我一定給妳換藍一新的家裡 我一定把家裡整理得 乾乾淨淨 我就很開心地出去 但是那時候 大家就在一起 就是除毛啊什麼 手機一定不帶在身邊嘛 然後大概我們家的垃圾車 是五點十五分的時候 來 她五點的時候傳給我 我沒看到 她就說 寶貝 我那個這個 賀卡 因為我之前有辦演唱會 嗯 那個大家給我的那個賀卡 很珍貴 因為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辦 第二場演唱會的 那個賀卡很珍貴 而且是我們一起 十點多十一點 還去會場 把它救回來的喔 她突然傳給我說 寶貝 這個可以丟嗎 我就沒有回 就寶寶的幾張紙而已喔 五點十五分 二十分 我看到手機的時候 垃圾車已經走了 我說那個看起來像垃圾嗎 她說不像 我說那妳丟了嗎 我丟了 為什麼 我就想說 她我說妳看起來不像垃圾 妳為什麼要丟 她說 我不知道因為妳沒有回 我說那她看起來像垃圾 那她很像家裡的體積嗎 她說沒有 然後我就當場生類俱瞎 因為我真的覺得 因為可能這輩子就沒有 第二場演唱會 妳覺得生命也是個重要的 對 妳這個形容太猛烈了 沒有 因為我當下是 妳是戲劇化了 妳會不會 我本來就很戲劇化 但我當下就覺得說 那個不行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很可怕 她做電視以來我覺得很可怕 我就哭了 然後哭了那時候 在做醫美 我還是做痴蜜處除毛 我就圍著圍巾 然後我就去廁所哭 我也不管外面有沒有男生 妳毛也會不會是除一半而已 沒有 除完很痛的長相 用著疼痛 然後心痛 然後一起哭出來 對 雙重痛 我就哭著打給她 我就說 我們分手吧 妳會這樣分手 就這樣分手 不是 她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是男生如果她是不 譬如說是故意把妳做什麼 妳還可以跟她講說 妳要怎麼改 可是她覺得這個東西不是垃圾 她又把它拿去丟的時候 妳會覺得這件事也很可怕 她以後會不會把小孩也拿去丟 我都有機會 我都有機會 對啊 你覺得有問題的人是妳的 對 小孩只有生命令的小孩 對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我本來就比較戲劇化 就是我很害怕 我會想很後面 因為這件事情 我會想到她以後會不可靠 我就說分手 分手之後呢 我就一直哭...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吃晚餐 吃晚餐大概過兩三個小時之後 她突然傳一個照片給我 然後我就很心不甘情 有點打開 她去那個基隆寺的垃圾廠裡面 把那個她丟掉後 撿回來 好 夠了... 這個反轉 厲害... 我本來分定囉 然後她就把她撿回來之後 我就問小優跟夏宇豪說 我應不應該原諒她 我覺得她好變態喔 對啊 妳好恐怖的故事 好 後來我們就和好了對不對 所以變態是什麼呢 我就說那... 她也更變態 她也更變態 我說我現在在幾點在台北 那妳就幾點過來 如果你幾點可以到 我們就和好這樣子 結果她過來的時候 她也沒有洗澡 她就全身都是 剛剛去翻的垃圾位 對 過來 掛一條菜招在這邊 對 就是... 我比較好奇的是 她回來的計程車 那個計程車司機送的 臭死了嗎 那我要問她 然後手上還拿一張課卡 有沒有嚇人的 好醜的 濕了吧 都是... 就有濕心 濕濕的 而且有黏到一些 其他的東西吧 對啊 因為她有烤護備 所以你回來就要擦擦 然後再衝池這樣 我覺得你跟她都很變態 很適合在一起 對啊 好恐怖的 妳趕快結婚吧 對... 好期待妳的結婚 所以你們三個 應該不會亂丟 老婆的東西吧 就是如果是這種情況 沒回 那當然是不敢丟啊 對啊 不間為原則啊 對啊 怎麼可能算是... 你們都是... 正常人是不會丟的東西 因為不是垃圾為什麼會丟 而且它也不會有味道啊 對啊 而且它那麼小一張耶 就這樣可能放在這邊而已 就... 所以可不可以有輪 應該也覺得很莫名其妙吧 我絕對不會去垃圾場找東西的 對啊 那你會丟嗎 應該是很會丟 沒有 如果是我在那邊 我還應該會不走耶 你知道嗎 可是重點是你會亂丟嗎 你會丟她這個賀卡嗎 賀卡 如果是 我發現老婆會以前喜歡她的男生 寫給她的東西的話 我肯定丟 可是她上面寫著演唱會的 對 演唱會成功圓滿 那種就是插在樹... 插在那種 是花蘭裡面的花蘭 對 花蘭裡面的那種花蘭 妳在上面會黏一根固定的 對 那就是那個 甚至不是手寫的 不是 我以為是粉絲要對她打算 喂 喂 郭老婆妳不要打一下 郭老婆妳 那個其實... 不要其他啦 我那個應該是... 一個190公分的男生 全到色彩 找一張電腦打出來的賀卡 不是 那個就是公版的 扮得出來的啊 而且很漂亮 花蘭裡面的 不是 我怎麼不願意 想要不要 你們扮演唱會是一個 內趣相耶 很...那個可能你說 當然就是大家就有機會扮演唱會 不是 那個在... 那個妳打給花電 花電是在用一個給妳啊 我跟你講 他丟掉其中一張是 你跟莎莎姐送我的 你知道那個是 你也不會扮演吧 你被丟掉 我有送了 你要不要 妳在音樂上給你 你應該是公司幫你送的吧 我應該公司送的 對啊 他都不知道 我跟妳講 你太真心了 對 我在公司幫我送的啦 可是我覺得 我如果遇到一個情人 會覺得翻了這我就很可怕 我也覺得 我覺得翻了這超可怕的 可是我覺得他是有心 不想跟我分手吧 沒有 我覺得他 你老公怎麼稱呼 你未婚夫的 Fre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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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妳這樣 好好考慮 妳真的要娶這個女生嗎 妳真的要娶他嗎 我覺得他有點太狂了喔 不要急著登記 OK 因為這個女生不太正常 OK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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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完幾位好老公的反應 還有他們自己做的事情 哪一個老公的情緒 讓你們覺得 就是要大拇指給他 我覺得波西關係很重要 所以打動你們心的 妳是郭彥均 對 那婷婷妳也是郭彥均 張綺 妳是郭彥均嗎 對啊 我覺得這不是一般男生 做得到的耶 超有智慧 超厲害 對啊 我是 柯 柯倫哥 其實你也很好 對啊 全部超厲害的 但他這個連我都福氣 這個連我都福氣 沒有 我選你 真的嗎 因為我三個女兒 真的會跟我說要吃不同的東西 那很慘 那個時候妳會怎樣 然後我就說 去給我自己點Uber E 然後我三 徐老三就說 我不吃Uber E的東西 我要你自己煮 我要吃健康的 我說現在Uber E裡面有 各式各樣什麼營養健康餐 什麼什麼 他說 我要吃你煮的 一般的媽媽都會煮 你會 一般的媽媽 你為什麼不煮 你現在又沒事 你為什麼不煮 然後我就說 你要吃什麼 對 沒關係 妳是好媽媽 對 妳是 所以我覺得讓老公 會幫忙分擔這種小孩 要吃什麼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很配 就怕他們不吃 我在想沒有人選屈哥 是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直接針對老婆做的事 屈哥是對小孩 所以我們的感受度 沒有那麼高 對 因為屈哥 一定是好爸爸 對 要看起來就是滿臉慈祥 就是很蟲女兒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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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